七十五週年的紀念 那他們首部呢 發佈了一個潛艇主題的宣傳片 叫引入深海 也首次透露了高清 吸毒的巨浪潛艦的一個導彈 射擊的震撼場景 那大家也都在問 就是說包含的是山東艦航母的編隊 也首次的完整的公佈 包含了一些水面的艦艇 潛艇還有航空的聯隊組成 在這個短片當中 有許多畫面是首次公開的 也真實展現出了一切 從實戰化所出發的一個主題 好 那國防部長邱國正 就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大陸經常在秀這些 就是展現國力的樣子吧 將軍怎麼看 這是中國海軍 他所發展的按照他的三步驟 中國大陸目前的海軍的軍艦 總共四百二十五艘 這四百二十五艘 他原來是先做水面艦 所以他水面艦的戰力 現在已經成熟了 成熟了 包含我們在航空母艦兩棲作戰艦 還有這個飛彈驅逐艦 飛彈復衛艦 還有輕型的飛彈巡防艦 通通加起來包含潛艦 總共四百二十五艘 這個他水面艦已經好了 現在問題是他的潛艦 他的潛艦六艘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六艘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我們知道我們講到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這個是核三位一體的主要力量之一 另外一個陸基式的彈道飛彈 另外一個轟炸機帶的這個核彈 三個三位一體 他的短板就是我們講到的 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所以他現在對水下艦 現在開始要做第三步驟就是這個 第一步驟水面艦 第二個這個我們講到的航空母艦 現在航空母艦第三艘的這個福建艦 即將下水成軍了 這個很清楚 他現在要大力發展水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次試射的就是 從這個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巨浪二 打巨浪二 巨浪二可以打到一萬公里 就巨浪二 我們知道潛艦很難去發現 而且他現在加強的是核動力 那核動力在水下 那根本都不要浮在下面 兩個月三個月都把它出來 因為它的下面有製氧機 氧氣都夠 然後也不要起來充電 為什麼 核動力航程無限 你要跑幾千公里幾萬公里 沒問題用核動力 不用起來換氣 他在水下 潛在北冰洋下面 到哪個地方去 你就看不到 而且他的潛的深度 可以到五百公尺到六百公尺 根本沒辦法發現 而且核動力一般來講 噪音量都非常的低 深度又非常的深 你就很難去發現 那這樣子他現在知道了 他的短板就是 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因為美國總共有七十一艘潛艦 美國的七十一艘潛艦 全部是核子動力 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全部 中國大陸只有十二艘 六艘核子動力攻擊 六艘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相對十二艘跟美國的七十一艘 比起來這個小巫艦大巫 他現在發展了 水面艦成熟了 現在開始要加強 這個水下艦隊就是潛艦 所以我們看他這一次 為什麼宣傳 為什麼要打彈道飛彈巨浪二 他為什麼不打巨浪三 巨浪三 巨浪三太貴了 巨浪的便宜 而且巨浪是老批號 老彈 先打老彈消耗 而且成功 試射命中目標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中共的原來的 他這個從二零二四年開始 大量積極發展水下艦隊 中美都在秀肌肉 臺灣能秀的肌肉 可能也不太多 我接下來請教一下陽明 因為既然肌肉秀的不夠多 那可以秀秀主權宣示吧 我們看到立法院外交 跟國防委員會 國民黨招委馬文軍已經排定了 外委會在五月十六號立委要到太平島去考察 那國防部舉辦全民的國防教育南沙的 言行活動 那麼也開放了學生報名 搭乘這個康定級的軍艦登島 那這個活動的登島時間 預計是早於這個立委考察之前 那大家之前都在問說 那蔡總統呢 那接下來的準總統賴清德呢 是不是要登島來宣示一下主權 那目前看起來似乎都沒有這樣的一個意願 其實這個就是 我想我們國家領導 應該說我們國家元首的悲哀 連自己的領土 要不要去都還要看別人的臉色 就是看美國人的臉色 其實你說像張將軍 如果今天我們的國家元首 能夠到太平島去 那邊的官兵弟兄會士氣大正 其實駐守太平島很辛苦 很辛苦 我以前我有個這個大學同學 他就是被派到太平島去 他說第一次坐船下去 碰到颱風 然後本來是七天的航程 然後繞到新加坡去避風浪 然後再繞回去 他兩個禮拜才到太平島 整個全船吐得亂七八糟的 那你很難想像說 他是這麼遙遠 可是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我們常常講 他是南海的屏障 或是說他是我們某種程度中華民國 一個象徵在南海的一個領土 那為什麼我們的立委可以去 我們的學子 我們的國防部可以帶同學去 我們的國家元首 目前沒有打算要去 過去馬前總統 陳水扁前總統都去過 那為什麼蔡總統不願意踏上去 那當然他說他們 現在民進黨都有一套論述 說如果我們的國家元首去 變成是在幫中國大陸 促成他們的南海論述 講著說這個中華民國跟中國自古 什麼還什麼什麼 他們什麼幾段線 就完全符合中國大陸要的 我是不懂這個邏輯在哪裡 如果今天你站穩 這個所謂中華民國的 這個主權的立場 根本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可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在意的 不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我們在意的是 美國的南海戰略 美國的印太戰略 所以我說這才是我們現在 面臨最大的問題 那當然這一次我覺得立委去 本來很多民進黨立委 本來在一開始說 這個馬文軍委員 他想要這個去太平洋考察 那時候二三月的時候 本來是很多民進黨立委 很有興趣的 對 後來他們上面一關切 通通不能去 又不去了 現在就只剩這個民眾黨 跟這個國民黨 只剩在野黨可以去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國會議員去 那個尤其最好是國防部 也有官員跟著去 要了解 因為一個是碼頭 他這個所謂的新建完成 那去了解一下那邊的官兵 比如說海巡 在那邊駐守 有沒有哪些問題 我們政府有沒有什麼 可以幫助的地方 其實這都不是壞事 那最重要是我們要告訴 你不要忘記了 當年我們是被菲律賓 逼到那個 他說我們的太平島 是礁不是島 對不對 這個東西 你知道 那個適可忍 孰不可忍 當時的 當時被解釋出來 是蔡政府二零一六年 他已經上任了 當時的蔡政府也在抗議 可是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去彰顯太平島主權 沒有 那這應該要去才對 當然應該要去 當然應該要去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那我還是要持續再問一下楊明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台灣 把這個晶片技術 轉移到了捷克的計畫 斥資了有一千三百五十萬美元 而且的傳出 全部是由台灣出資 所以大家就說了 這個台灣的晶片外交 現在變成了凱子外交 那但是外交部有澄清說 我們是依照了捷克所發展所需 所以並不是如此的 那也對於這個呼籲說 政治人物發言之前要查證 以免造成台劫的困擾 你怎麼看這個蕭美琴的 算不算第一個凱子外交 其實他這個報導 外交部的回應意思是說 還沒有撥款 可是那個媒體的爆料 報導的就是說出來爆料的人 是說已經在二月份 就已經把這個相關的費用 就已經撥過去 因為捷克不斷的在催 對 那不管有沒有撥款 我覺得這個其實關鍵在於 我們做這個所謂的捷克的半導體 人才培育也好 什麼成立一個什麼基地中心也好 也罷 關鍵在於有沒有效益 那比如說今年二月 是這個我們準經濟部長 就是當時他是從岳集團的董事長 郭智慧先生 他是出席了這個台劫簽約的這個儀式 當時他怎麼說 他說捷克是我們台積電 到德國設廠的最好的 那個周邊的一個產業鏈 進駐的一個地盤 所以他們他很認同 台灣跟捷克這樣的合作 然後未來要大力投資 結果他現在變經濟部長了 我就想原來這個 這個套路是已經早就準備好了 這個叫民進黨的官運產業鏈 官運產業鏈 後果發言來表達他的政治立場 對 當然第一個 就台積電去德國設廠 這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關鍵在於說後面的人才跟進 後面的這些 包括在地的人才有沒有辦法培育 如果像最近 其實你知道美國有一些媒體 在講就是台積電到美國去 或是包括美國的人才來台灣 受訓的時候 他們有所謂水土不服的問題 包括第一個他們不愛加班 第二個他們對台灣工程師 有很多的偏見 有很多比如說性別的議題 有很多什麼 他們是很有意見的 可是這樣的東西 包括未來在這個捷克 去做相關培訓的時候 這些人才是真的 比如說有一天台積電去設廠 完成了 就立刻這些人才可以用得上的話 那當然好 這個投資OK 可是我怕的是錢花下去 最後就像丟到水裡面 沒有辦法回收成本 然後這些人才也不堪用 那就麻煩了 所以如果有用 當然這不是壞事 而且說穿了 我們對邦交國都沒那麼好 但是居然對他們那麼的好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目的 那因為加上蕭美金去了一趟了 所以大家才把它連結起來 那不管有沒有撥款 關鍵就在於說 我們的外交部是不是又在用 機密外交來掩飾 所謂的凱子外交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9個月 不透明 最新的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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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